眼前的这座塔用十万多块木料拼借而成 没有用一根铁钉 它的高度相当于23层的摩天大厦 它与意大利的比萨鞋塔 法国埃菲尔铁塔 并称为世界三大旗塔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山西印线木塔 印线木塔始建于辽代青年二年 也就是公元1056年 那么还有三十几年呢 它就整整的一千岁 但是呢这古老的年代 并不是它的神奇之处 而是呢这座高达23层高的纯木佛塔 究竟是如何躲避了地震火灾战争等天灾人祸 保持了一千年屹立不倒的 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呢 一起走进印线木塔 木塔位于印线的佛公寺内 首先看到的就是山门 山门建于清代 三楼四柱悬山顶 上书浮屠宝刹四个大字 过了山门便远远的看到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奇塔 塔身总高65.84米 将近用了三千吨木制构件呢 互相咬合而成 没有一根铁钉 早在三百五十年前 明朝时期山西灵丘一带呢 曾经发生过九级的强阵 而印线木塔毫发无伤 1926年冯玉祥军队与延西山军队再次大战 木塔中弹二百多发 1948年解放印线木塔的时候呢 木塔被12发炮弹击中 然而历经了这么多的风霜灾难 印线木塔呢 依然神奇地矗立在这里 但是呢 令我们更为不解的是 像这么高到 木结构建筑呢 一旦着火的话 不要说以前 就是放到现在呢 也是很难扑灭的 那么这座木塔究竟是如何千年躲避了雷电的袭击呢 我们来看一下塔顶呢 就一清二楚了 这个塔顶呢 又叫塔叉 上面呢 摆放着各种佛教法器 而且呢 在四周啊 还有八条铁链 这样子呢 每当电闪雷鸣的时候呢 就充当了避雷针的作用 无形之中呢 起到了避雷效应 这样呢 就是木塔安然地度过了千年雷电的袭击 这座塔呢 从外边看是五层 其实呢 它的内部有九层 塔身里面还暗藏着四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明武暗九 古代的工匠呢 在每两层楼之间 还住了一个环状的结构 就形成了另外一个空间 因为从外边呢 被屋檐挡住了 看不到 所以呢 就变成了暗层 那么为何要把四层藏起来呢 这和印线的地形呢 有关 因为印线呢 地处塞外 风多 风大 而且呢 又处于山西的地震带 所以说这四层呢 就像是一个隐秘的武器 用来抵挡外力 那么如此宏伟的印线木塔 究竟是何人所做呢 整个木塔用了近三千吨的木料 据说呢 把旁边的一座山凉的树 都砍光了 才建起来的木塔 可想而知呢 这样浩大的工程 不是一般的士绅 土豪可以搞定的 后来呢 专家在木塔一层 南北的门额板上呢 分别发现了六位画像 三男三女 那他们分别是谁呢 在辽国时期 印州最有权势的家族呢 应该就是萧太后家族 实际上呢 萧太后并不是一位 辽代的皇后都姓萧 从开国皇帝耶律阿宝基 他母亲开始呢 就姓萧 所以初步分析呢 这三位供养人的画像呢 从左到右分别是 萧塔里 萧观音 萧诺金 三位皇后 因此推断呢 印线木塔 从辽圣宗时代开始 一直到辽道宗 1056年才建造完毕 另外呢 还有三位男子画像 据分析啊 就是萧家 被封王的男子 可见呢 萧是一族 在辽朝的朝廷中 地位之高 所以呢 在他们自己的老家 印线 建这样一座木塔呢 也是不足为奇 从木塔出来 会看到一个外围的小广场 广场有很多的店铺 卖一些果丸字画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来到这儿呢 可以来淘宝 淘宝呢 就是要有一双慧眼 好 Candiden itself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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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 糟糕